龙雷烈烈 亦利中招 龙雷烈烈 亦利中招 龙雷烈烈 亦利中招 那是什么东西 要这 封杀纸 居然低脏不住消炎这栋火莲 不顾如此 两种异火 群杀人类 还没资格在我堂堂天妖皇庆面前放肆 心海叹灵 竟然能将我逼到这般境地 不过也就到此为止了 这封衣在哪里见到过 本小姐现在就要让你知道 有己的命运 神秘法 他已经跋涉到三星多层 神雷居然能发出正当威亚 这都恐怖的威亚 那少爷怕是生命堪忧啊 难道是凤青儿 他是天妖皇族 天后三星变 哼 就算你也有提升实力的秘法 也不过是垂死挣扎而已 天妖皇族 怪不得你要亲自出手 为他遮盖气息 能够逼得青儿施展本族秘籍 你那故人之徒 也不是什么寻常之辈 是 妖皇圣相 吞天纳地 关于你这弟子出了些什么状况 萧园岂不是要得罪整个天妖皇族 莫非封尊者 还真以为那小子能赢 食斩本族秘籍的青儿 即便是封雷阁实力强横的长老 都奈何不了他 胜负未分 还是不要往下定路 现在就让我们看看 谁才能笑到最后 依我的速度 仅难以拜托 圣相之力无可躲避 为取到你性命前 他可会跟你一辈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王臣已是半只脚踏入斗宗 那小子有些古怪 正好给王臣练练手 雷尊者 让他们占用一点大会时间吧 是 是 此事因你而起 便由你来解决吧 若是未完成 你应该知道后果 师尊尽管放心 此人如我黄泉阁 帝子定叫他付出代价 你心疗伤 我这里要不了多长时间 那家伙要是敢伤了萧嫣 我就是拼了这条命 也不会让他好过 现在认输 再磕三个头 我可以让你毁下梅山 哈哈哈哈 笑 我会让你后悔得罪黄泉阁的 你 竟然用尺座武器 不过如此 又是热身而起 是 骉啊 这武器实 竟比一些斗方巅峰的枪杖 却还强不许多 绝不守王臣 以十般支角踏入斗宗了 蠢斗宗吗 若是再纠缠下去 恐怕会暴露身份 还是速斩速决吧 你已经失去了最后的后悔机会 十五元比武 六额 有神区 这家伙竟是斗宗强者 小眼居然达到了斗宗层次 此次不简单哪 王臣这次恐怕要输了 还没结束胜负未分 言之过早了 有何有神区 有何夺 斗宗 斗宗又如何 我要让你见识 王泉阁真正的恶梦 王泉谢绝 王泉不是帝 是 是 一火 啊 不是 你怎么回事 横雷烈烈 亦力中重 横雷烈烈 亦力中重 横雷烈烈 亦力中重 崩雷烈烈 毅力终中 那是什么东西 不要转 风沙纸 居然抵挡不住 萧嫣给动火莲 不顾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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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买分灵 不顾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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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示 不顾数字 过度 走 这个 轻历 她是生命堪忧啊 难道是凤轻儿 她是天妖皇族 天吐三寻变 就算你也有提升实力的秘法 也不过是垂死挣扎而已 天妖皇族 怪不得你要亲自出手 为她遮盖气息 能够逼得清儿施展本族秘籍 你那故人之徒 也不是什么寻常之辈 妖皇圣相 吞天那地 关于你这弟子出了些什么状况 校园岂不是要得罪整个天妖皇族 莫非封尊者 还真以为那小子能赢 施展本族秘籍的秦儿 即便是封雷阁实力强横的长老 都奈何不了他 胜负未分 还是不要往下定路 现在就让我们看看 谁才能笑到最后 以我的速度 仅难以拜托 圣相之力无可躲避 为取到你性命前 他可会跟你一辈子 好浓郁的风铃之力 这四方阁大会 倒是吸引了不少人 酷 ağz 美巧如踩到这里 就遇到了风清儿身边的两名长老 汎 要是在这里被他们认出来 怕是无法再见到风尊者 快看快看 第五招 这招接下这招就能参加比赛 可惜就差那么一点 不通过 能接下老夫五招者 便可由此路去参赛 当然 若是前来捧场观赛的 请从左边十道登山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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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此行目的只为巡逢尊诚 还是低调行事 尽量避免暴露身份 下一位请上台 这位朋友 我看你已经达到参赛资格了 为何不来试试 这 谁啊 不必了 我来此也只是寻人而已 对大会 没有兴趣 这小子看起来平平无奇 竟以这个高手啊 这家伙 你太嚣张了 此人有什么不对吗 不知道 我也只是在他踏入时道的时候 感觉我的火属性能量 不度为下 多半是错觉吧 这是你还是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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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最不许 最不许 非天 红雷烈烈 一力中中 红雷烈烈 一力中中 红雷烈烈 一力中中 红雷烈烈 红雷烈烈 他便是风泽阁的阁主 离尊者吗 果然极为恐怖 见尊者 这一次你倒是来得快 见老头还是这副臭武器 看来你对当年的那场比试还是心存不满的 黄泉尊者 雷尊者 当年老夫只是息败于雷尊者 但比起某个在风尊者寿中仅支撑了百余回合的人 却是强上不少 这老家伙明明速度最快 却喜欢最后一个道 四名尊者都来了 真可为群鹰汇聚 也不知这次当时 他便是风尊者 说风尊者真是重情忠义之人 那将是助我解救老师的最大帮手 今日是四方阁盛会开幕之日 雷山圣地乃我风雷阁所在 本尊在此感谢诸位远道而来 为雷山捧场天光 大会即将开始 望诸位遵守规矩 不要行出阁之举 风雷烈烈 一令中招 风雷烈烈 一令中招 本届大会筛选而出的参赛者 共有五十三人 老规矩 众人竞技 不可对投降认输者才动手 认输者离场 剩下的生死不论 绝逐四强 现在请参赛者入场 是啊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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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风雷阁的人呢 这风雷阁怎么没人来啊 就是啊 什么人 是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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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人已到齐 大会比赛便正式开始吧 开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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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仗里人多势众 几人才是 随便打 正这么大一拳 你我都没有胜算的 我们联手吧 地面人数太多 容易互乱出局 到时候 恐怕连逃跑都是问题 我们要奉清二世纪 这次的四方阁大会 必然是我们第一 那要问过我们万剑阁 同不同意了 千趌阁还没开口 有万剑阁算什么东西 打啊 不再打啊 别打啊 这下螳螂捕蝉 我们却再靠 你们还没资格挡我的路 可恶 竟已完全看不透他的实力了 雷尊者亲自调教的弟子 果然不一般哪 风雷阁真是深藏不露啊 这期大会 应是风雷阁胜算最大 风尊者过誉了 你那女弟子也不是凡族之辈 若是施展天轮血脉之力 也是天兄一辈中的翘楚啊 王臣实力不及这几个 看来这次大会 黄军就又会垫底了 不愧是中城 如此年轻的都黄桥城 只是四方可怕会 便吸引如此之痛 凌云 这家伙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几年不见 黎晏竟然也达到了多黄层次 看来这些年 他也有所欺语 这家伙的身法 思念很奇妙啊 就是 这左摇右摆的 怎么好像是鸭子 黎晏这家伙 竟然还在其中 不对 不对 唐四不在围屈的里面 不好 是要先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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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认输了 我可才热身呢 不要脸的混蛋 这就是你的遗言吗 你怎么这样 你在干什么 你想干嘛 又死在这里了吗 你这假伙 来这种地方掺和什么 别出声 你怎么也来中州了 来者何人 还为何干扰大会 此人无视大会规则 对认输者继续下杀手 诸位不去找他 为何还来问我 一个依靠运气闯到这里的废物 杀了就杀了 用什么了不起 你 黄泉阁的人看来也就这般素质 你能留到现在 不过就是靠着偷袭这等苟且的手段而已 有何可嚣张的 这小子真是不知死 敢得罪黄泉阁 是人 你是何人弟子 黄泉阁如何 还轮不到你个小辈来评论 连我都看不出他的实力 这小子又无怪 我这朋友事先说了认输 但对方仍想杀手 一是违背了不可对认输者动手的规矩 雷尊者 尽快解决掉这些小麻烦 不要耽搁了大会进程 两位认为此事该如何 按照规矩办事 冲撞大会举办者雷杖五十下 逐下雷山 错可不在他 赏罚不明 你这是想让雷尊者顶个不公的名堂 封尊者所言不错 不如各退一步 让此人带着他的朋友出场 大会继续举办 如何呀 既然你对我黄泉阁的行事有看法 那么本尊便给你一个机会 让你与王臣比上一场 你若胜了 便可带着你的朋友安然离去 如何 这老家伙 一点斗尊应有的气度都没有 这王臣实力很强 若是不敢应战 那就给家师科三个头谢罪 再败我为师 此事便作罢了 否则你们走不掉 别冲动 放心 那远出来的人绝不会低头 要占便占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